正在这一项运动 最吸引人的地方 其实它能让你保持一个很健康的心态 而且有一副很健康的身体 而且是充满它不是说你一天就能学成的 但是你经常要改变你的生活 平时的锻炼 平时的饮食习惯 人生观 价值观 全部都改变了 就是能让你去感受每个国家的风土人情 能感受不同的浪 不同力量 不同浪行 其实冲浪它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信仰 它可能会让你放弃一些物质上的东西 最重要是精神上的东西 你要对这个大自然的观察力 判断力 可能等待一年 两年 甚至可能更长时间 才出现那么一个大自然的一个奇观 当你追到它的时候 你驾驭它的时候 你的心态完全不一样 完全是一种放归自我的感觉 它不只是一个运动 它让我们接触到大自然 那就像我们人生一样 我们不断地学习东西 当一有机会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发挥我们的所长 做出很完美的动作 但是实际上 私底下花了很多的功夫 百分之百的一个冲浪过程呢 百分之七八十 我们都在等浪 那百分之大概二三十 可能呢 我们是在追浪 只有大概百分之一左右 可能我们是在浪上做一个动作 那我觉得 这个是我觉得对冲浪的一个 它的一个精神所在 那或者我们冲浪跟冲浪之间的一些 认识不认识的朋友 那基本大家 因为爱好这个运动 那所以大家接触 或者在海上 大家相遇了 那不要说为了所谓的 为了这道浪 那大家有争取 所以这是Peace 大海给予了我们这个机会 那所以我们要爱护所谓的大海这个环境 爱护这个运动 那总归Peace and热 是我觉得冲浪一个很大的一个精神 一个很大的核心 小时候我总是幻想着有一天能飞翔 直到长大后 那一天我寝入到了海底 才发现 原来这就是我们的唯一 以前能飞翔的海底 我觉得鱼猎运动最特别的地方在于 它的每一次成功都来之不易 你必须为每一次鱼猎行程 做非常充分的准备 忍受长时间的挫折 失败 等待和孤独 不断的挑战 不断的尝试 还要加上一点运气 所以很多朋友在加入娱乐运动之后 没多久就放弃了 但我觉得这恰恰是娱乐运动的魅品 因为只有努力才有可能回去过程 这使得我们每一次收获 都显得格外的来之不容易 只有非凡的意义 也更值得回忆 感谢观看 您的发展 转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